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因應一些CNN的報導 就是說有幾位值得拿羅布爾獎 但是沒有拿到的 但是大家知道拿獎這些東西是很講運氣的 我們經常看的就是吳建雄教授 那麼多年我們都是為他平反的 但是沒用了 始終他拿不到 但是除了吳建雄教授之外 我們有哪幾位的科學家 是值得拿羅布爾獎 但是拿不到呢? 這樣說吧 如果只有幾位就一定不止的 但是我們選幾位出來說而已 這樣可能台長都要靠你在這個文章裡面 提幾個人出來 但是容許我在提你的材料之前 先講一個人 其實也跟我們剛才第二、第三節 介紹這個跟人工智能有關的 諾貝爾物理學長那裡的研究有關 當我看到這一屆的諾貝爾物理學長 頒給Hofield和Hinton兩位人士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記得我給了一個評論就是 難得他們還是在生 而是他們在這個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的創建那裡 是有很重要的貢獻在那裡 意味著有一些只不過已經努力活得很長 但是還是頒不切給他的人 是拿不到、分享不到這次的獎 譬如說如果說十年前 我們剛才有提到的 Melvin Minsky這些人 2016年過世 但是如果那個時候 大家已經看到有個AI的長足發展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那個學術圈裡面 就毫不猶疑覺得 Minsky是值得給他一個獎項 因為雖然你說Melvin Minsky 他不是直接跟今時今日的深度學習 有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但是基本上他是眾人之大師 由他給出了很多很具創建性的想法 告訴大家 我們現有的那些神經原網絡的缺失在哪裡 我們接下來可能可以再集中方向在哪裡 Melvin Minsky如果你看回他 很高齡才過世 所以距離他過世 今時今日都成八年了 OK 所以就真的過了生 所以拿不到 但是其實呢 到今時今日都還有很多 趁著還沒過世 還在生值得拿的人也都還有很多 所以我覺得值得在這個科學回憶的環節 就藉著這個CNN的報導 就跟大家去介紹一下 嗯 但是CNN沒有提到一樣東西 經典問題了 Steven Hawking如果今天還沒用 能不能拿到呢? 如果在最初代的科學生資 我說他不值得拿 但是自從Roger Penrose拿到之後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跟Roger Penrose一起拿的 如果Steven Hawking還在生的話 當時還在生 差一點 差幾年了 差一點了 真的 是啊 是的 因為我會說 黑洞的研究到在今時今日來講 我會覺得是一個顯學來的 就是一個真真正正可以講到精確度 和講到預測的一門學問 上個星期的科學生資其中有一節 講到黑洞 超巨型黑洞那裡就非常多 聽眾還不喜歡聽 就是因為這個黑洞已經去到的發現 我們已經找到一些新的證據 它是直接影響到宇宙的演化 所以你會發現黑洞的研究 不是再是一個猜想和如何去感應到 而是真正正進入了我們整個物理學 天體物理學和宇宙學的一個重要 不可分割的一個學問 所以就是說 Steven Hawking如果他還在生 他拿了 就會說 我們講講的就是根據CNN的文章 它有幾個好者拿的 第一個就是第一個人去基因圖譜 其實是誰做的呢? 你要看回基因圖譜的工程裡面 我自己這裡就沒有 我講不出有沒有人是 通常這些project都是一批人去做的 去搜集那個資訊回來 就不是說只是歸功於誰 所以如果頒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頒給那個 開頭去負責這個工程的負責人 很多時候就好像你剛才 第三節我們講的化學獎 那個Alpha 4 那個Google DeepMind 那個project 那個項目的負責人就會拿這個獎 其實是這樣的 基因圖譜工程 乃至乎那個叫做人類腦部神經源圖譜工程 那個叫做無論是Human Genome Project 以及Human Connecting Project 兩個我都覺得值得去問頂這個諾貝爾獎 不過Human Connecting Project 就是腦部神經如何接駁那個呢? 就還沒有完成的 我們也是上個星期才提的 上個星期才提的就是說 是講現在那個人 動物的腦部神經源接駁 我們現在能夠做到就是說 就是一些比較簡單的生物才能夠做得到 就是連老鼠都沒有做到的 現在只是做到烏鷹而已 如果能夠做到人呢 就值得拿的了 那好了 講回如果是人類基因圖譜呢 今天是不是叫做到呢? 其實是很tricky的 我會說完成度達到99.9%多了 而最後還有一堆其實我們都覺得很重要的 是沒有做完的 而是不知道怎麼搞的 所以我們會說 人類基因圖譜我可以這麼說 因為有這些基因圖譜 令到我們的基因研究有一個很重要的推進 所以令到我們很容易辨認到 哪個地方是導致跟什麼疾病有關連等等 我們多了很多這些資訊 甚至乎那些叫做乳癌的基因 其實在同一篇的文章 最後的有一位的研究學者叫Mary Claire King 那他就是那個發現那個乳癌基因 就是那個叫做在Chromosum 17 在第17個人類的基因染色體那裡 就找到這個叫做人類的乳癌基因 那就是他是最重要的那個人物 而且他也都認識 就是同結識的那個James Watson 就是那個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那位人兄 那就是當時James Watson聽到Mary Claire King 哇你竟然找到一個癌症的乳癌基因在哪裡 是直接瞪大眼睛看著Mary 哇厲害 厲害的樣子 所以這個研究是值得拿的 應該這麼說 由有了人類基因圖寶 它導致很多的科學家 能夠找到很多基因遺傳病的那個位置 是重要的 而今屆的諾貝爾獎就頒了給 當我們了解這些基因之後 那個基因如何轉落成為我們實際上的表徵出來呢 其中一個重要過程就頒了給今屆諾貝爾文尼學獎 所以如果你預期說那個基因圖寶工程是拿獎 是值得的 是不是 甚至乎Mary Claire King自己 他發現到這個乳癌基因 他都值得拿的 而你說Mary Claire King 跟我們香港有個小小很弱的關係 就是港大有頒過榮譽博士給他 但是他還沒拿過諾貝爾獎嗎? 我覺得他在排隊 大家都覺得他值得拿的 包括已經拿了諾貝爾獎的James Watson 都覺得他這件事值得拿的 不過還在等到什麼時候呢? 因為其實現在很慘 排隊的意思呢 不是你真的排了 你看到前面有10個人就是10屆後你有得拿的 現在是突然間有前面的人是插隊的嘛 真可憐 就是你現在就是說 剛才去第一節我們說 去發現到那個基因轉陸過程 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叫微DNA 微核糖核酸 微核酸的那些人 現在又插了進來 就是要給就給他們 其實這麼說他們可能排隊都排先的 其實也是 原來還有很多很厲害的創建 在互相競爭著 就是剛好那一年可能 已經覺得突然派了醜了 才派到給你的意思 但是我看過這麼多的Pover 我覺得都是有些運氣的問題 比如說這個美國的Claire King 他花了17年的時間去找這件事 馬上找不到 整個career就浪費了 而且還要是他中間試過是 是有場學術的爭端的 Mary Claire King 就是他不可以說他被捲入了 他被捲入了 因為又有第二個人 又好像是拿了他的結果 又自己去發表 又在那裡大家爭取 究竟是哪一個才是首先發佈 但是當然了 最後他當時的那位對手 就叫做 大家可以說在學術上 就叫做 判定了其實Mary才是最重要的 其中一個原創者 這樣的樣子 中間也有些東西爭的 你如果看回人工智能那裡 你如果數一下 還有很多其他 整個那個人工 叫做深度學習機器發展史 不只是Hofffield和Hinton這些名字 還有一些在生的 還有其他名字在那裡 他這裏也有提 他就說 其實這個人工智能的研究員 就很多的 都不知道是這兩個人的 但是沒辦法了 你頒獎不可以頒這麼多人的 是呀 是呀 剛才我們講的都很多 你沒有提的Same of Papad 那是一位南非的 也是科學家 又是沒有怎麼提過他 是的 在人工智能之外 還有這個我就不太會講了 這個Gut Microbiome 是什麼來的? 其實你可以講的都是你那些叫做 長度啊 那些這樣的生態 這些這樣的研究 其實我們也有提過一點點 研究那個在我們消化系統微生物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範疇 不只是講這些這樣的微生物 怎樣去幫助我們去消化 而是我們發覺這些這樣的Gut Microbiome 你可以說散落在那個膽啊 肝啊 甚至乎在胰狀附近啊 甚至乎去到我們長度的那堆這樣的微生物生態 是很有趣的 去到那個位置是什麼呢? 它影響我們的健康 影響我們的情緒 而且很有趣的 那個影響是雙向的 比如說我的人 健康 情緒好 心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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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很多開心事 是會影響我們的長度生態 然後的長度生態 影響我們的吸收能力 等等 OK? 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內分泌其中一種很重要的血清素 你的血清素呢 譬如那些令到我們開心愉快的那些東西 不只是在腦部分泌出來的 即是你說那些什麼Dopamine、Oxytocin、Serotonin這些東西 很大部份是由我們的腦部分泌去主宰我們的情緒 但是唯獨是 我們的長度似乎是另外一種的情緒器官來的 它有一個相當不大不少的部份 原來是影響到我們的健康之餘 也影響到我們的情緒 譬如說 我們吃到一些好東西 我們覺得那樣東西是我喜歡的 我看到它我就開心了 我已經腦部有些愉快的荷爾蒙分泌出來了 但是不止的 原來有些對我們長度有益的東西 譬如那些益生菌那些東西 你是可以影響到我們的腸裡 令到我們的腸有好的生態 壞菌少些、好菌少些 然後是令我們心情好一點 所以說為什麼吃一些好東西、吃一些對的、吃一些有營養的東西 不只是說那樣東西好吃 所以令到你心情好 而是有一些食物是直接令到你心情好 所以研究這個長度與消化、與情緒、與內分泌、與神經系統的關係 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學問了 所以發現到這些東西的人 就值得獲獎了 是不是? 他們都是還沒拿的 他們都是還沒拿的 這個故事也教訓我們 以我身作則 我一定吃好東西 我不吃這些 好東西和貴東西是兩個概念 你也找到一些又便宜又有益的 通常不好吃的東西 都是便宜的 然後有些你未必喜歡吃 但其實很多人都覺得好吃的東西 其實也有益 譬如你說益生菌 最簡單 你小朋友就不必喝伊力多 大人就說你不喜歡伊力多太小朋友的東西 你就吃納豆 是不是? 是納豆 是 然後你老味一點 你就吃納豆 如果你是很喜歡韓國菜 甚至乎你是很喜歡韓國文化 你就吃泡菜 是不是? 這些東西就裡面有一些益生菌在那裡 或者你每樣都不喜歡 我是喜歡去某某百貨公司買它的益生菌 OK? 無論是屈臣氏萬寧 有益生菌買就吃那些 是不是? 那些水果味益生菌軟糖 或者就這樣一粒益生菌吃掉 那些是你會發覺很有趣的 尤其是我會發覺 如果你是那一陣子吃得多那些止痛藥 抗生素 消炎藥 什麼是吃到那個人散了呢? 吃到那個人很虛呢? 第一 它影響了你的消化系統的長度生態 而很有趣的 你這個人都沒有那麼積極 和稍為傾向抑鬱一些的 我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一個親身的經驗 我自己是感覺到的 有 我如果有餐 吃點東西不好 我人是depressed的 然後你吃點東西補回 你不一定是包心翅肚 不一定是什麼 不一定是吃那些漂亮的海鮮 你是吃那些真的能夠令到你的長度生態平衡的東西 你可能有一個quick fix 就是你真的買一些益生菌來搞搞去 吃一些有益生菌的東西 那你可能就有一個比較快的效果 就是你個人會積極一些 而且積極一些就是說 你在說你做事有紅心一些 你不會覺得這麼閃閃縮縮縮 內向又不敢 這件事我不敢做 都是不開著 但是你個人會是 你會是找 你發覺是對你的 不是對你的人充電 是對你的情緒 對你的辦事能力充電 所以你說找到這些長度生態 這種和身體這麼複雜系統關聯的關係 是不是諾貝爾級研究呢? 那絕對可以是的 是不是? 我們未必講一次 這麼多過去裡面提到好幾個 但是我覺得 將來我們都一定有機會 在科學生之道介紹他們更加多的這些研究 你在那個電腦螢幕裡看到這些人名的 Jeffrey Gordon Robert Gleiser 這些我們都叫做語熟能詳 但是時間的原因 我們就沒有必要很詳細的介紹它 我們今天的時間已經爆燈了 大家也都非常樂意去看看 今年那個諾貝爾頒獎 究竟對我們那個人類的前途有什麼啟示 因為其實人工智能 在未來這10年甚至5年之內 將會影響全人類的福祉 是的 我都這麼說 今集小弟自己就看得很辛苦 預備得很辛苦 但是我會覺得那個原因 不是說只是駁大家Like、Subscribe和打賞這麼簡單 而是真的我會發覺 今屆的諾貝爾獎給了一個很強烈的信息 我們會覺得我們面對一個科學和科技 一個很重要的革命關頭已經擺在他們眼前 因為當諾貝爾獎都頒給這些這麼重要的研究的時候 也都很確認了這些這樣的研究的影響 已經實實在在在出現在我們的身邊 所以我覺得大家聽得辛苦聽得盛 聽多幾次 OK 或者不明白 不明白 給我們一些留言告訴我們 給多一些意見 給多一些鼓勵 給多一些打賞 讓我們再說得深入淺出一些 好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隔壁的那個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其實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坐在隔壁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紀圖 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人就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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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會在一起